《香港差糧師學會》今天指出 早於2008年已經編制 《裝飾、維修及保養工程標準合約》 2008年第一版 協助消費者與家居裝修公司 疑定合約的各項細節 從而減少爭議和誤解 當中包括合約雙方的責任清單、工程範圍 承包金額名誓、付款方式 雙方終止合約的權利、爭議解決方法等 學會也會依據消委會在報告中的建議 將在短期內更新合約範本 另外學會的供料測量組的會員 在協助消委會檢視40份初步報價單後 發現那些報價單涵蓋的項目多寡不一 普遍對一些範疇的描述存在缺留 以至對消費者的保障不足 包括施工時間表、撿漏及保養期、工程變更 或後加工程的處理、工序分類、保險安排 各工程細項的單價等 因此學會最近編制一份清單 連名家居裝修工程報價單建議涵蓋的條款及細節 涵蓋上述細節 學會提醒消費者如果遇到合約 說報價項目不清楚或有疑問之處 應在簽約前和家居裝修公司 釐清詳情或可聘請如建築測糧師 同工料測糧師等專業人士 協助全面評估合約細節和條款 並提供專業建議 確保充分理解合約內容、風險和限制或修改合約 學會又贊成消委會提倡建立家居裝修公司白名單認證制度 並稱樂意提供專業意見制定有關制度 令市民在選擇合適裝修公司時得到客觀資訊